当时华人要建学校必须自己买地 或者有商家献地 自己筹款建 他给你一个本位 到了今天 接下来所有的最近建的新的华小 全部都是用国小保留地 所以现在的情况跟以前情况又不一样 以前还要去筹款建学校 今天所有的建校的经费都由政府来负担 不够的话 我们的尊重资奖来 请大家保持一下 请大家保持尊重王主奖来 谢谢各位 谢谢合作 请不要宣华 请不要宣华 OK 请继续讲 不要讲 请大家不要宣华我们主讲人尊重我们当局 主办当局的安排 我们要尊重主讲人 希望大家合作 谢谢 筹款对华校来讲 每一个华人都非常热心 一提到筹款给华校 富恩第二句的 大家都捐钱 大家都热心去办教育的 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对华文教育的热爱 今天我们筹款已经不只是商家筹款 小贩也筹款 把购的也筹款 对吧 卖猪肉的也筹款 大家都有一颗心 不论多少都筹给华校 这是我们对华校的热爱 作为在朝的政党 今天的所有新的学校 最少三百万建校 全部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要增加所有的其他的设备 当然华校比起国小 我们有我们的董家教协会 对华校的热爱 你今天给的我这个学校 我觉得不够 我要增加什么东西 我去求管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你看国小 很多时候政府是建的 但是每一面你去问校长 很多情况是很糟糕的 因为国小没有家教学会的支持 叫家教学会坚权 马来同胞是很难出钱的 所以很多时候要换灯 要换普通的东西 要等教育不拨款 他们的情况也是很糟糕 比起我们华文教育 我们有很大的社群的支持 情况全然不同 首先申明 小弟是和华小奶水长大的孩子 对华教的历史感同身受 我刚才 见识了马华朋友的一番高见 小弟念华文终于明白 成语导果为因 导形历史 在这里 如果政府有公平 让我们来做一场民意调查 在场的各位 包括朝野的朋友 华教从1819年在槟城的五湖学校开始 历史193年 这193年来风雨飘摇 走过的是华教的血路 所以刚才主持人一开始开中民意就说 希望今天的华教论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我是看庄大道为什么还要 还要需要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华教一唱一言一卖一唱一大堆 请问在场的哪一位 谁没有捐钱过给华校的 没有一个 谁有捐钱过给华校的 请举手给大家看一下 让记者先生拍照一下 原来前面那一排没有捐 后面的都有捐 因为仪宝是华教复兴运动的法源地 对呀 为什么要复兴运动 就是因为国政政府改制中学 被逼不读中 逼入死路 虎万多才要站出来一呼百应 对不对 凡事都有因果 中因得因 中果得果 你不可能中番薯 最后拿西瓜 这是不可能的事实 同样的 他省着举出 抬出了已经盖棺论定的陈正路 今天他不敢提菜系列 他只敢拿陈正路出来 他说陈正路曾经跟多部阿尊拉奔说 不支持华文教育的不是华人 对了 这样我只能够很悲哀的告诉 可能陈正路没有把这一个家庭的主讯 传给他的儿子成修信 所以当华社要办独立大学的时候 陈正路的儿子告诉华社 你们要办 只好等铁树开花 等都不用等 这都不是我讲 最后他还提到 马华的丰功伪迹 不过我到处去跟华教筹款 各位 马来西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小弟跟李文才两个在国会 每一年审查预算案 每一年 我们的预算案有两千亿 六百亿是教育部的破款 如果你马花当家又当权 筹什么款 直接制度滑过款 对不对 对 你不能够当家不当钱 然后来跟我们华社伸手 在场的各位 你们交了 今天是交incom deck的时候 交了所得税 还要到处一唱一演一卖 每天到处筹款 筹到血都干了 还要交第二所得税 大家感同身受 要改变这种局面 赶叫日月 换新天 华教才会用民间 我告诉大家 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3月18号 三一八成立到今天46年 开中民意 行动党的党章就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通过和平议会 途径在大马建立社会民主 支持及肯定马来文 作为国语的地位 但是保障各国语 包括华文 大面文 英文 甚至于 原著名语文的这一个权力 主张教育民主 为华教权力仗义职业 我们的政策就是 反对任何形式的 集团主义措施和政策 反对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推行 讲多没有用 马华师长说行动党会讲不会做 我告诉大家 华教的历史 是193年的血泪史 但是同时也是行动党的抗争史 我们的领袖 黄布大马今天政坛 如果为华教坐牢牺牲个人自由 最多名单最长的 就是民主行动党 我们都像有些政党 毛草行动一来 当年 当年毛草行动一来 知道政府要抓人 第一个跑得逃之夭夭 躲到澳洲的 就是某个政党的领袖 但肯定不是民主行动党 1910年代政府改制中学 把华文中学消灭 改制中学 如果大家还记得 刚才我马华朋友提出陈征路 为什么他不提出李孝友 李孝友人之将死 其言也三 最后要死之前 跑到电台去向华盛 删去公道歉 因为马华欺骗了华盛 马华对不起华盛 直到华文中学 连根拔起 这都是历史事实 白痴黑痴 谁敢否定 不是我讲的 当年的李孝友不是马华的领袖 当年沈沐宇为什么被开除 因为沈沐宇支持 黄人教育被马华印刀者 当年朱运勋为什么丢官 朱运勋是我们毕丽州海南人 毕丽州民连政府 自在要把朱运勋在移保那条道路到今天 朱运勋路在哪里 对不对 朱运勋为什么丢官 因为反对国阵政府的政策 1960年代到1970年代 所谓知古而见经 温故而知新 看历史才能够不忘 前世不忘后世之 你看1968年 国阵政府修改 改制中学 当时的教育部长宣布 只有通过Cambridge考试 或者是MCE 马来西亚教育文明 才能够出国生章 使得断了独钟升学的这一条路 难道各位华教前辈 对这个王权都已经不忘记了吗 所以没有办法 华社只能够继新加坡南大之后 前谱后继全国星期一 发动华社建立独立大学的这一个 这一个历史顶部 使到华文教育能够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一笔床承 完成整个华文体系 教育的体系 最后怎样 如果不是有在朝的人出卖典荡华教 今天我们需要这么狗眼产传 到处去向人家求手伸手祭球吗 我在这边声明 明来的政策很简单 我们就是要制度化承认对华教公平 我对责任政府 不管给华校 华校是责任 不管给华校不是施舍 华社应该改变这种气球的态度 让我们当家又当权 当家又作者 你做了55年做不到 没关系 让人家做5年嘛 对不对 同样 我们从60年代 70年代看到1980年代 1987年的时候 教育部派出 不按华文的这个老师 到华校之家 当时你看到 被抓的人是谁 林吉祥 林冠一 嘎巴姓 刘德琪 一条这个名单 如果排起来 廖金华等等 第一个进去的是林吉祥 最后一个出来的也是林吉祥 当然 马娃朋友可以风花雪月 吃香喝辣 因为坐牢的不是你 被抓人家丈夫不是你 吃苦坐牢的也不是你 你做官多转 你那里感受到人民 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 我看了 你说华教有没有 行动党对华教有没有贡献 大家可以买这一本书 昂首走过华教路 这一本书 就是整个行动党 跟华教斗争历史 共存亡最好的 谈过历史 我们看今天 看未来 明年执政 在毕丽州十个月 短短十个月 是非常短 小弟曾经担任过 毕丽州教育委员会主席 我做十个月里面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2008年8月30号 玉才独中董事长陈汉水 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在他的面前宣布 史无前例 毕丽州以地洋校的政策 就是我们 反正说我们没有做 但来帮政府做一半 你抢去了 我怎么做 如果给我们做五年 你看我做给你看 同样的 我们不止以地洋校 对于华教 我们更加竞速过定 口说无比 我十个月里面 我亲手批的 第一间一例中华小学 第二间太平华联二校 太平华联二校在1978年申请到2008年 30年是纯大海 只有到了明年执政的时候 我们不但批一千块的地价 还是小弟自逃腰包捐出来给华联二校 第三天 以保陪南华小 以保陪南华小之前 办全校的时候 国政跟他收百万递价 小弟一看到这种人生共分的事情 马上一笔勾销 一百万变成一千块 一千块还是我捐出来的 第四个 东亚人 同汉华小 六十多年校弟没有着落 我做十个月 明年政府做十个月 把他批出来 第五个 爱大华民和华小 小弟时常跟张胜门兄的这个老板 贵家乡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时常在场上对 所以你是他的土地也不错了 我跟他辩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 大家评评 爱大华明德华侨 政府学校 捐校一百二十万 教育部职拨款十万 行动党捐十五万 反对党捐用钱还多过执政党 这叫天理何在 对不对 同样的 和风新中 我们不只照顾 小学也同样照顾 改制中学 国民新中学 和风新中旁边一块地 等了几十年 没有活出来 到最后十多月 明年把它批出来 一千块的地价 也是小弟捐出来的 今天早上 所以他们的州政府就批准了 Sharam Sharam这个起民华侨 四英某地列出宪报永久 永久的成为学校保留地 大家要明白 国有国法 马来西亚有联邦宪法 教育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不是州政府的权限 州政府能做的有限 我们只能管福利 建校要准政 准政要跟教育部拿 教育部是谁管的 就是国政马华巫统管的 我们给地 希望能够马华明天就批出 这个建校准政 除了以地仰校尽数拨大 明年执政 宾州雪州 大家有目共睹 对于华小 淡小 教会学校 每一年都制度化拨款 我们举宾州就好 今天宾州独中非常简单 福建人说 酥酥酿酿 每年过年没有到 林冠英已经把200万的支票 送到独中 每千五百万 不用愁 不用等 时间一到 钱就送到 所以要改朝换代 报别腐败 前进人民的口袋 同样的 我想问 你说华小 小的几代人 都是在念华小 你说华小有增多 我今天早上来之前 特地上教育部的网页 教育部的统计 1970年到今天 我们国小从4277间 增加到5859间 短短30多年增建了1582间 很好 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华小 华小从1346间 关闭减少了52间 现在只剩下1294间 但是学生 但是学生从43万9千人增加到60万2579人 大米尔小学 更悲哀 更凄了 从650几间 减少了134间 现在剩下523间 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行动党是百事实讲道理 白纸黑字 我拿的是教育部的统计 你拿的是什么统计 我不知道 这是你教育部自己的官方数字 你可以建1582间 华小建一间比冬天还难 复办一间独中 也比冬天更难 华社有需要这么委屈 有需要继续委屈求全吗 不用 不必骂马华明镇 让我们换掉他们就对了 我们不只是华小学校减少 我们看货款 第九大马计划 从第三大马计划 我去国会把所有的数据拿出来 每一个五年的大马计划 我们有48亿的学校发展拨款 马华士朋友时常把管理拨款 跟发展拨款 混水墨云拿起来谈 郭老师也是政府出的 我这些拿来讲 各位 发展拨款是发展拨款 这个叫Protokan 本帮我们的 48亿 华小拿多少 3.48千 100块拿3.4 大米尔小学100块拿1块钱 95块一国小拿完 这就是所谓公平以名为本 非常公平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 你继续支持吧 各位 同样的 我们看 国小 国小有面对失之不足吗 如果真的是 那是大幸的 华小失之不足多少年了 从我公公的时代 到我爸爸的时代 到我的时代 到我孩子的时代 今天魏家祥如果敢来 我要问他 什么时候才要解决 不是不能 难不为也 如果政府有能力 见多真多 一千多千 多小 你说要他见一百件 华小他没有钱 不是 是因为拉萨报告书 纳吉的父亲的报告书 拉萨报告书 拉曼达里报告书 我真的教育政策 走来走去都走不出这个框框 这个教育政策非常清楚 我把1961年 拉曼达里报告书的精华 告诉大家 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为了国家团结 教育政策的目标 最终目标 就是必须从国家 置地的学校中 消灭种族性的中学 当然是华文中学 然后以确保各族学生 在国民中学 和国民兴中学就读 这是1961年 拉曼达里 教育报告书 到今天 这个目标还存在于 整个教育部的教育政策里面 所以很同样 如果真的没有 我们看一看 周瘦汉 周瘦汉 吃的盐比小弟吃的饭更多 他今天敢站出来说 马华典当华教 没有事实 他敢讲吗 早就被蔡西林 告了陪伴 说扫意 对不对 我们对 复伴独中的立场 是非常明确的 有需求就增见 国家就是多元民族 多元语文 多元教育的 同样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华人的竹魂是谁 肯定不是林良士 华人的竹魂是谁 林连玉 大家支持平反林连玉吗 行动党国会议员 马克里国会议员 余德华 曾经在国会提成动议 要求政府 公平对待林连玉 回复他的公民权 平反林连玉 公正党 回教党 举手举脚赞成 可是看不到国政政府 举半条脚毛都没有 平反林连玉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 最后得到的官方答复就是 内政部副部长李志亮说 死人不能平反 这个报章都有公开的报道 所以我说 逾其平反 来届大选不如造反 更加适当 这节表彰 我要告诉大家 整个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 国文教育 大米尔教育 都是国家的资产 蔡西利时常误导华社 挑战明年 你们对独钟腾讨有什么政策 你们都问了安华三次 安华不要打 不用 安华懒得踩你 因为你这不是高调问证 这是走调问证 安华在2009年 我今天一次过 向全国华社交代清楚 明年在2009年 我特地带出 所以有时候 我们马华朋友看的书 有时候他读的哪一个版本 我不知道 这里非常清楚 2009年 我给大家所谓 百事实讲道理 安华伊布拉姨亲自签名 明年三党最高领导人 行动党代表林吉祥 马华的代表 回教党的代表 可能马华退出国证 我们不懂 还有 安华自己 一个安啊 一个祥啊 一个旺啊 安祥旺三个都清笔鲜明 清清清楚讲明 我们的陈毕书 2009年已经承诺 来届大选执政不成 承认同考文凭 在第23页里面 如果你看不清楚 等一下借给你看 可是蔡希腊到处去误导华社 我们明年对华教没有政 没有政策 我们也明显得清清楚楚 我们已经通过了147项治国大蓝图 现在大家要问 连回教党都可以支持承认同考 我们还支持乌统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华教论坛论证 技术广义坚听证明 其实就是因为国家不民主 今天如果民主 我们大家不必这么辛苦 劳师动众 大家都可以坐在家里 享受冷气 打开电视 全民开讲 对不对 但这就是因为整个 整个官方媒体被国阵垄断 才造成今天 我们必须在这边 行动党很清楚 由始至终 一路走来始终如意 我们的政策就是 终结 物统文化霸权 平反华教 争取平等 换位多元 我也今天在这里挑战 我们明镇马华的朋友 华教以保 5月27号 以保华教共识 提出五条 这个大会的动力 五个动力 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宣布 民主行动党支持 5月27号 以保华教千人共识 五大提案 请问马华明镇 可以不可以像我们这样 给予成果 给予支持 谢谢各位 整个华文教育 没有到了董总所谈到的 救亡的那个地步 没有可怜跟可悲到那个地步 现在的情况 我说过了 没有比任何独立过后 任何时代更加气场 没有 现在未来 在Nanjib首相的领导之下 我所看到的 对华文教育的开放 是越来越大 首相Nanjib 在去吉隆坡中华独钟 最好的独钟 每一年都很多人 拿到这个奖学金的 1MDD的独钟 庆祝90周年的时候 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认同多元 已经这个政府 已经放弃了单元的政策 已经放弃了 同化 政府不会也不可能 要同化马来西亚华人 或者其他民族 变成马来人 讲到制度华本啊 多么厉害 每一年新年还没有到 我们的红包就来了 各位 改超换代 讲华教 不要整天 马上来改超换代 讲华教 不要整天 就说要换政府 这个东西 讲教育 我们来谈教育 这个是其中一点 很重要的 到底我们的华小 是在西亚这样的吗 你们说政策 政策在哪里 听的人好像很爽 对哦 以前千三 现在只剩一千二 各位 五十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华小里面 百分之四十 是灰心华小 所谓的灰心华小 是少过一百五十人 有二三 有接近一百间里面 是少过三十个人 建的一种灰心华小里面 迟早是关闭的 而且是自然关闭 没有必要去斟酌 这一间华小 到底要保留在哪里 不是的 今天的华小 如果这边只有十五个人 搬去一个新区 很多华人的 可能接纳了八百人 这一间华小 多过五间 十间华小 大家非常认同 非常理性的去看待 不是事物质的问题 今天我们整天讲 我们做不到五十年来 我们华教很凄惨 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 平心而愤怒 平心而愤怒 我们今天看一看 我们整个教育制度 今天我们的学生人数 进入本地小学 可以在中学里面读华文 在大学里面有中文系 国立的 私立的也有 民间班的也有 政府没有关闭 避害整个华文教育 当然也没有 当然也没有像华文教育工作者 所需求的那样 一百八千照单全手没有 这个也要很清楚知道 因为今天所提出的东西 从学前教育 到小学 到中学 到大学 一百一百相成 全部用中文 做不到 我很打开 如果你问我今天 我是当政的 我也不认为 马来西亚的华语学生 一定要完成 走完这条路 因为这个是个人选择 当然作为政府的 如果有需求 我们提供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必须要 让整个国民团结 是其中一个大原则 第二 我要提供的数字教育 到底我们未来的学生 学的是什么 掌握的技巧是什么 里面的数字教育到了哪里 华文教育里面 英文 马来文水平低落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负责任政府要做的 不是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这个是民粹主义 第二 讲到针对华文的这种立场 国政政府在巴拉主政的时候 2014年 正式宣布 国小开办华文班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旅程碑 你看一看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Official Website 怎么样来讲解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高度赞扬 包括这一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因为正式的把华文班纳入国小 这个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只是华文搞华文教育而已 是不足够的 要把华文去华文的话 把华文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语文 大家都认同它存在的商业地义 大家都认同这个华小能够培养出好的学生 全民共同来增见华小才是正道 我认同不需要杀出血路人 今天用大家的智慧 把整个华文教育不要搞到很悲情 实际上讲 我们这种华小生一上华小就背着十字架 很悲情的很辛苦的 我们华小怎么样办 我们督众怎么样筹款一单位这样的东西 不一定要如此悲情各位 大家放开一下今天世界不一样 当年的确很悲情 我们都走过来 好了大家说不要谈历史了 不谈历史我们谈未来 今天商业华文在商业里面的价值 已经是保存了华文的重要性 再加上中国的崛起不用再说 所以在这一点来看 整个政府的政策 相比整个东南亚里面找不到的 当然其他国家也开始复兴华文 这个印尼开始允许华文报 太婆开始说要建立这个大学 单单他们做一点工作 这边的反对长就说 你看我们比人家还落后 因为我们走过了50多年 我们赔逼了多少华小生 今天能够在这边全部用中文辩论 人家才开始开步 就是我们比人家落后 这种这个想法就是对的 我今天更加重的东西就是 大家来谈华文教育 我实际上讲的 增见华小 增见独钟 增见这些东西 可以谈 但是不只是谈这个 整个华人社会不能够因为这一个 教育这一块 使到我们投入太多的人力 资源 时间 把所有东西只focus 在这边 刚才我听了马华朋友那一份高见 本来我不想讲的 现在是你逼得我要讲的 刚才 我们今天都是马来西亚民 我们都以马来西亚公民拿大马卡的身份 在这边发言 既然你是大马卡 就没有理由分成土著跟非土著之分 对不对 对 刚才我们马华朋友说 那句英名 神武 当家又当权 又提出一个马来西亚 那就非土著非土著 全民平等 不是好吗 他说 我很感谢马华朋友 还不错了 蔡西迪的土地还可以教到这样子 他说 小弟变才一流 大家听到很爽 我想问大家 这是不是低谷人民的智慧 如果今天我废话一大片 你会听得很爽 会拍手吗 我只相信一句话 公道自在人心 各位小弟的老毛鸟 也是马华现在最不喜欢的人 前任马华总会长 翁世杰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自家饮水 冷暖自知 果真政府对华教好不好 自己喝这一杯水 冷的热的 都咬野猜 第二 刚才我也没有想到 执政了55年的马华 从陈正路 陈修兴到林良时的时代 今天蔡西利的时代 竟然要沦落到要去成 被忘录 被忘录一路来都是反对党提成 所以证明马华正在很积极的学习 如何做一个称之的反对党 你当家就是五年55年要去成被忘录 交给巫统就是准备忘记的记录 他也提出 他说 雪州政府没有办法 拨的地是国小保留地 我刚才开中民意已经强调 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写得很清楚 教育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教育政策是中央政府所拟定的 州政府怎么去发展教育 这就叫强人所难 本末导致 如果既然你当家不当权 我就套雪华堂会长 程志诚的一句名言 再朝做官不做事 不如回家中翻词 但是也州政府过的地都是国小保留地 当然嘛 你巫统的政策 所有的学校保留地 都是国小保留地 都没有保留给华小 雪州政府怎么去把最早华小保留地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以保都很熟悉的 我当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建霹雳州教育局长 我们都知道 以保巴藏华小是全霹雳最大的华小 学生最多 学生有时候上课 好像难民一样 必须坐在地上上课 我亲眼目睹 所以在巴藏附近的小桂林 有一块五英某的校地 当时我就打找教育局长 要把这一块小惠零五英某的校地 保留成为华小保留地 新建八张华小分校 很多人不知道 教育局长给我的回复是 对不起 这块地是我小保留地 不能建华小 这是百事实讲道理 我相信张兄 无可能失落无睹 你不知道 还是假装 我要改可以 来届大选不是敢敢 敢叫制约 换新天 华教才会有明天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刚才有一些问题说 明年的陈皮书 承诺 新建同考 有党 有没有表态 可以 明年的陈皮书 可以不可以公开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当然可以公开 明人不做暗示 光明正大会不只公开 今天都带来了给大家看 安华亲自签名 我们不会像有些人 他的兴趣是喜欢带同一个女朋友 去同间酒店 去同间房间 我没有讲谁 我没有讲谁 有人 有人喜欢 我都没有讲谁 对我人有反应很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看不懂 我也可以印一片DVD送给你 想放我CV啊 想放我CV啊 那么各位 刚才有针对明年政府的政策 来届大选 如果我们收复比利州政权 会不会摸地给董联会 会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政策是公平对待各族 独钟 为什么我们给他以地养孝 因为独钟为国家栽培人才 而且是民间自己新建办学 没有政府的国款 所以需要一片土地 能落实以地养孝 这个精神 董联会方面 我可以在这边承诺 如果来接大选收复比利州 董联会需要办活动 需要用到钱 真的求助无门 比利州州政府 如果新政府 会依需求给予足够的国家 如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 门口大门不小 勇敢 请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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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阿拉越州是开仙盒是吗 我再主政一下 已经拨地 事实上 到今天 那块地在哪里 好像我们还不知道 第二个 民政的朋友还说 既然 吉打州州政府 花400亿建回教大学 我相信 这个是完全不符事实 吉打州的预算 那一年就五六亿 去哪里拿400亿来建回教大学 这个卫免太过 太过离谱 400亿 我们建一条南北大道 给68亿 建一间大学要400亿 所以我相信 这些都是不符事实 有必要点出的 无论如何 不要招工啊 还有的说 我们华小减少 不要紧 学生有增多 我们建一间 关小的建大的 必须要先关闭一间 才能够进一间 打个比方 就是你家里有米 米没有吃完不能买 要等儿子饿死了 才能够买新的米 我不能接受这种治国方式 你们死掉 大家说货比参加不吃亏 你不必骂我 马华的朋友 我父亲是马华的元老 今年还拿到你一百块的元老 我父亲还是马华和作社的发起人 当年吉兰丹 教宗的主席 所以我作为马华元老的儿子 我也有资格在这边批评马华 对不对 如果我父亲不效忠 你们可能今年还拿一百块给他嘛 还给他秒退保险 那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时候在这国家安身立命 55年 你说我参加行动党是败家制 你们认同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马华元老会伸出行动党的儿子出来 这就是马华要检讨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55年同一个政党执政 你能够做的 我们给你机会 一届大选 第二届大选 到第十二届大选 华社义无反复 给马华民政党执政 55年来 猛心自问 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所以 这我教给大家 公道自在人心 谁是谁非 我相信历史将来会有一个定论 我们也希望 朝野同心合作 为华教开作康庄大道 不是杀出一条水路 是开作新的康庄大道 让华教在整个马来西亚 各与文教育 白华启放 把养庄大 谢谢大家